那進入了下半場 我們就要開始介紹 因為下半場有關於 跟遺傳學進入分子的階段的時候 可能量會比較多 而且可能會講不完 那講不完也沒有關係 各位我們都會把精華跟大家報告 那如果說各位有興趣 那當然這個大三的分子生物學 也是希望說各位能夠去選修 你只要修過遺傳學 那分子生物學應該是可以不用修 但是其實現在進入了分子的時代 各位如果學生物學 不學分子生物學 那可能就很多觀念 可能會一知半解 所以說還是大家去修一下 好那我們上次 其實已經跟各位 就是介紹到這個 DNA的organization 也就是說實際上我們上次 有跟大家畫一個圖 在這邊介紹說 這個基因 或是說所謂的DNA序列解開了之後 其實大家就要去想說 那到底我們這整個序列 到底還有哪些東西 還有哪些東西 那當然這個 從藉由這種Pi² 就是可以去分析說 到底這些序列有哪些種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開始跟大家去講一下 好假設有23對染色體 那你可以預期的最特別最特別 或是最unique的 最unique的就是當然就是會coding出來我們的mRNA或是protein的 這個佔了多少%,大概佔了多少% 那我們現在就是一起來去了解一下大概佔了多少% 也就是說我們整個whole genome 23對染色體 我先畫就是它兩個代表 23對染色裡面到底它的序列組成是怎麼樣 那我們現在就來想一想說 到底我們最unique的coding sequence有多少佔多少% 佔多少% 2% OK 有些人會講說大概1.5%到2% 1.5%到2% OK 其實這種東西是一個大概的 沒有一個絕對 所以我就是這樣 那再來其實剩下的就有98% 是你可能是幾乎都不知道的 那這98%包括哪些東西呢 包括哪些東西 包括哪些東西 其實就是有點在review我們上個禮拜講過的喔 我現在只是在重講一次而已 只是讓大家來講 98%裡面到底有哪些東西 introns 好 有一些是intro 還有呢 line line line是不是 好line line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再說明一下 line是什麼 你不能直接講一個名詞嘛 我告訴你很重要的是 你們學這個喔 不是只有一個詞給我而已 你要確實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好不好 來 再來 後面 重複序列 你講的 這邊是指說有重複序列 是不是 那重複序列的範圍很大耶 重複序列範圍很大耶 那重複序列你可以舉例嗎 蛤 promoter怎麼會是重複序列呢 了不了解 所以你看你們對這些觀念是非常的薄弱 你們都知道很多很多的單一的名詞 但是你們根本不曉得整個連關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常常去跟你們去典型這個 其實我們上禮拜就已經畫過一次了 所以這禮拜你看我這樣子 一再跟大家提醒的時候還是記不起來 你們的單詞都對 但是你們拼揍起來就是亂七八糟的 好 那但是 ok promoter promoter在這裡面是屬於哪一塊的 promoter裡面它是屬於重複序列嗎 如果不是重複序列 它應該是屬於這個序列裡面 可是它又不是英雄啊 那它是 它是什麼 它也是屬於 ok 我就直接講 剛才有人講promoter 其實就是所謂的調控序列 調控序列其實就跟intron一樣 都是屬於比較unique的序列 不會重複的 不會重複 告訴你不會重複 不要想說這些什麼什麼重複序列 都把它混在一起 這些都是不重複的 但是呢 這些呢 有沒有意義 不知道 像intron不太知道有什麼意義 調控序列至少知道它是在調控的 所以這些呢 intron跟promoter或是調控序列 也是屬於比較unique的 但是它要區別於這2%之外 所以它大概有佔20%左右 可能是15-30% 這個其實我只是寫個大概 但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它也是有佔這麼多 你看原來intron這麼多 intron很大 所以這個概念 intron其實比exon大很多的 這個部分要概念 好 再來 所以說除了有這種所謂的 所謂的特別的序列 或是不重複的序列之外 另一個對等的就是重複序列 另一個對等的是重複序列 重複序列 你看扣掉了這個 扣掉了這個2% 扣掉這2-30% 其實它大概還有60%左右 只有這麼多喔 這麼多喔 60%這麼多 好 那重複序列 剛剛有一個同學講到line line是什麼 有人要補充一下嗎 它叫什麼 全名叫什麼 你看 你要解釋人家就不會了 只會自己趕快提出一個新的名詞 好 有人要解釋一下line是什麼嗎 要說明一下line是什麼 你為什麼坐這裡 因為我比較蠻蠻 蛤 比較蠻蠻 OK 它是long interspersed elements 它是非串連重複 然後是長的 非串連的重複 什麼叫做串連重複啊 就是它 它是一串一串 OK 你剛才講的一個名詞是什麼 long interspersed interspersed OK interspersed 這個字要講 有些人是 有些人講是說 它是一個 是一個 是重複序列 但是它這個重複序列呢 是 interspersed 分開的概念 但是它 所以說它這個叫做 散字序列 散字 為什麼叫做散字 各位你們要去了解一下 它這個散字跟集中的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它其實不是集中在一起 OK 所以說等一下你就要去想 什麼是散字 什麼是集中的這個概念 好 這個就是說 interspersed element 這個 你只要 所以說為什麼叫你們要背英文 不要去背中文 背中文以後說真的 說真的啦 我們現在有時候改考卷 看到你們寫中文 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因為你們也不曉得哪裡 從來得來的英文 英文的單字 那我們就把它打叉 因為我們不懂這個翻譯 是什麼東西 所以說一定要寫英文 好 所以說其實重複序列之外 那如果說重複序列 可以分成 主要可以分成拿兩大類 重複序列可以分成拿兩大類 重複序列可以分成拿兩大類 重複序列可以分兩大類 不是分成line跟side line跟side line跟side 是已經在下一個分類了 來 這邊有沒有 然後面 什麼 串連序列跟什麼 非串連序列 可不可以英文 因為我說真的 我不太清楚什麼叫做串連序列 跟非串連序列 非串連序列 感覺好像就是所謂的散字 對不對 非串連 非串連 我雖然大概知道 但是你不要以為每個老師都會這麼好心 讓你們覺得說 那另外一個集中 其實有點像是類似串連的概念 好 那請問一下什麼叫做串連 英文 給我英文 其余免談 來 Tendon Tendon repeat Tendon 就是T 怎麼拼 T A N Tendon Tendon repeat 好 所以呢 開始囉 原來 原來 那個 這個 這個重複序列 有分一種 叫做Tendon repeat 就是一種串連序列 或是 我覺得就是 就是連續 Tendon repeat 我也不曉得怎麼翻 另外一個 我喜歡翻成散字序列 我不喜歡翻成那個什麼 飛串連 好 那閃字 所以說這裡面 它這裡的全名 就叫做 Intersp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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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居然是分成這兩大類 那當然 這兩大類有沒有一些比較 特別的 Heimel 在細分 當然是有 Tendon repeat 有 有 有細分成 剛才有個同學 在這個閃字序列 講到另外一個 跟它對等的 Sine 好 那 Line跟Sine有什麼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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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請這個同學再繼續講 你剛才會講說 跟Line跟Sine分成兩大類 Line跟Sine有什麼不一樣 Line是長的 Sine是短的 OK 一個是長 一個是短的意思 好 那英文沒有錯 英文名詞 它的說寫就是Line跟Short 的一個區分 但是 你要知道 長的跟短的概念是什麼 那長 比較長 比較短 什麼東西啊 身高嗎 還是 還是那個 手臂 還是什麼東西的長短 我讓你後面 好 好 很好 有講到這個重複的單位 那其實這個單位就是Nucleotide 就是核甘酸的這種ATGC 這種序列 重複的這個一個單位 一個單位是比較長 一個單位一個單位是比較短 這個就是這邊 好 那這樣的話 那Tendon Repeater 有沒有細分項 它應該也是有分大跟小吧 如果對照起來 它有分比較長的 或是比較短的 那請問它的英文名詞是什麼 Mini跟Micro 有人講說是Mini跟Micro OK Mini Satellite 跟Micro Satellite 也是可以 但是 其實有更 specific的說法 那Mini是比較長 Micro是比較短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很少 比較少在用這個 因為它這個只是一般在 一開始在分類的時候 有先分一下 但是它現在有一個專有名 有兩個專有名詞 這兩個專有名詞 比較小的是什麼 比較大的是什麼 VNTR 再講一次 VNTR VNTR是大的還是小的 小的 錯了 小的是STR OK 好 小的是 但是 有誰要說明全長是什麼 小的呢 叫做STR 大的叫做VNTR 好 什麼叫做STR 什麼叫做VNTR 看到這個S就比較簡單 看到這個V可能比較難一點 誰知道 STR跟VNTR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沒有關係 Variable number OK Tendon repeat 然後呢 STR呢 用你的聰明的腦筋想一下 為什麼叫做S 沒錯 沒錯 就是 short 所以你不要以為 那個科學家多聰明 科學家在做一些 簡寫命名的時候 他其實他也都是用一些很簡單的字 才去弄而已 所以不要以為他這個可能會有什麼 超級不一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按照你的概念去想就可以 好 知道了這個之後 好了 另外就有一些比較細項的 既然都有長短之分 請問他的長度到底是多少 請問這個長 也是一樣 他這個也是核甘酸的單位 核甘酸的單位的repeater 長 repeater 短 這也是repeater 長 repeater 短 那請問一下 長度到底多長 好 你要講哪一個 你要講哪一個 什麼的 長的 哪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名詞 它的長度 好 STR 它是2到6個剪輯 ok 2到6個 要不要繼續講VNT VNT是15到100個 ok 這邊有提到 2到6個 15到100個 其實沒有那麼短 可能到1000個 甚至10也可以 所以其實我跟各位講 有時候 沒有這麼限制說 一定要超過15個才有 一定要怎麼樣怎麼樣 分類有時候 會比較一些模擬兩可 那其實你只要大概是符合 符合這個區塊 就是可以這樣子去分類 所以這個 這個 重複呢 就是長的 大概是15到1000個 那短的呢 大概2到6個 base pair ok 好 另外這邊呢 Line跟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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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在1到6KB 1到6 各位 KB喔 不是Best pair 所以說它這個1 已經是它最 最長的這個 最大了 所以說6KB已經更大了 好 那Short呢 大概在100到500BP 100到500BP Best pair 所以說其實你看它也相對的都是比它長很多的 比它大很多的 ok 好啦 有這個概念之後呢 其實最後一個部分就是要把它畫圖在上面 圖示在上面 所以說你如果要去畫 畫所謂的 VNTR 或是STR 或是Line跟Sine 你應該怎麼去標示在上面 這個地方我上次有提過 我就不再講了 讓你們自己去想一下 應該怎麼去標示 如果說你在染色體看到了Line跟Sine 為什麼叫做閃字 閃字一定不是集中 那它怎麼去閃 那這個VNTR或是STR 它既然是Tendon 怎麼去Tendon 怎麼去串連在一起 怎麼畫在那個染色體上 這就是我們上次 稍微跟大家講過 講過的這個 這個染色體的組成 對 那這邊呢 其實有Low講了一個 Low講了一個 重複序列裡面 60% 你看這裡佔 這裡其實佔大概50%左右 可是其實還有10% 是 不是屬於這個區塊的 那是什麼 也是重複序列 甚至它是屬於高度重複的 那它是什麼 這個組成應該還蠻容易的 因為它就是很特別 你們早就已經知道 它們組成在特別的地方 是什麼 終結 一個有人講 終結 等一下 不對 終結不是 終結的英文是什麼 所以你看 不要一直跟我講那個有時候英文 請問終結還是 終結的英文是什麼 有講英文 好 有講英文 好 很大聲一點 好 好 OK 我有點搞不清楚 Central Meal的中文應該叫做什麼 是叫終結嗎 蛤 是不是 OK嗎 因為我不要你們去搞把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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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名詞 跟中有關的 都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 那名詞 我有點 有一點中文 有時候這個東西會搞不太清楚 所以你們要知道 就是 就是這個repeater 其實有central Meal 一個是Telomere Telomere 這兩個東西 Central Meal Telomere 這兩個都是重複序列 一個呢 是在尾端 一個是在中端 這些都是一些重複 而且是高度重複 就大概是這樣 佔大概10到15%吧 或是有人講說大概20% 其實大概就是大同小異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像這邊 這邊的一些說法 我告訴你 每一本教科術寫的 一定都不一樣 那你要變哪一個 你要變哪一個 我都不知道要變哪一個 所以你跟我講 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沒有啊 是這種東西 不要去強求說 有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沒有 你有一個概念 這個東西大概佔多少% 佔多少 佔多少 量多量少 大概了解一下就好 所以 而且會隨著知識越來越新 當他發現說 這個東西repeat 有不一樣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 不一樣的一個分佈 好不好 那這個東西大概就是 我們這個染色體的 organization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最重要的部分 那當然 講了這個 最重要的部分以後 之後呢 就要去想一想 那這到底有什麼用啊 各位知道 重複序列現在的功能有哪些 重複序列的功能有哪些 當然centromere跟terromere 我們就不用講 centromere跟terromere 它在染色體上 有它既定的功能 我們大概知道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些的重複序列 line跟sine 或是VNT 跟STR 這個 這個到底有哪些功能 剛才我們講 如果非重複 像intron 這個 這個調控序列 這些 大概都知道它的一些 基本的function 可是 line sine VNT 跟STR 它有哪些功能 所以啊 如果說今天有考題 會考 請問重複序列 在我們的生物學裡面 扮演哪些重要的角色 你就可以開始去想 扮演哪些重要的角色 centromere 所以說你可以把centromere的功能 講出來對不對 terromere的功能 講出來 它在細胞分裂的時候 或是說在對於這個 這個細胞分裂的時候 或是說這個terromere 在對染色體的安定 穩定性有幫助對不對 這兩個部分 好 除了這個之外呢 那還有其他這些 那你要講 它們有什麼 哪些功能 這個是基本盤 基本盤 一定要會的 這個是進階 這個會不會 要不然你用重複序列 幹嘛 我們講那麼多 沒有功能 好吧 我們一邊講的時候 各位可以一邊再去想說 它到底有哪些 哪些方面的 的 OK 的功能 我們之後會再講 好 那我們就先回到 比較原來的部分 在講這個染色體之前呢 我們當然會去比較一下說 從最原始的 virus 或是bacteria 去做一個比較 那bacteria 或是virus 它們的DNA 當然也都是 藏在他們的 這個 細胞裡面 這邊就特別講 這邊就特別講 要注意 virus 也有單骨 也有可能是雙骨 的DNA 或是比較多變的 然後另外它寫說 有可能是 Circular 或是Linear 那這個就 病毒那邊的特性 那bacteria 這邊呢 是Circular的 所以說這個地方 注意喔 bacteria 是Circular的 那請問 整合生物 整合生物 大部分都是 都是什麼 整合生物 當然跟這個對照 一定大部分 都是直線的嘛 所以我想說 你 或是酵母菌 它們都是 我們都是直線的DNA bacteria 大部分是Circular的 那Circular 跟直線的DNA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在複製的時候 最大出現的問題 會在哪裡 這個常會考 這個我們應該是 下一節 會講細部 但是我這邊 要先跟各位講 直線的DNA 跟Circular的DNA 複製的過程中 有個最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或者是說 直線的DNA 有個很大的缺陷在哪裡 來 你知道嗎 有人想要嘗試回答 也可以 直線的DNA 有端粒 直線的DNA 有端粒 直線的DNA 所以在複製是嗎 OK 有人講說直線的DNA 有端粒 OK 等一下我們可以提一下 你也有另外答案嗎 直線的複製是 有很多的其實 可以一起開始 然後可能會 然後可能會 那個怎麼講 那個叫什麼 就是 因為 複製的那個方向 那個相反 所以有 那個 反向那邊 容易會缺少一些片段 不對 不太對 但是 剛剛講到一點 直線型的複製 有很多複製的起點 沒錯 OK 好 直線複製呢 其實會有多個起始點 那 一般來講 Bacteria 那當然它的Genome比較小 所以它只要一個複製起點就夠了 但是這不是Circular 跟直線型的一個最大的問題所在 Circular複製 這樣子 它當然 你雙骨DNA 你這樣複製完了以後 複製以後 變成說 變成應該一定是四骨 對不對 一定是四骨 好 那四骨之後呢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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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打開來 到時候打開來以後 就變成是 應該不要這樣 應該是畫 一骨是 是紅的 一骨是綠的 好 這樣的概念 那如果說是直線呢 直線複製呢 它最後呢 複製出來了 當然也會是 也會是這樣子 可是呢 這邊會有個缺點 剛才有人提到一點 端粒 或是 Telomere Telomere 你剛才講 Telomere 其實我會覺得 你們在學習的過程 每個人 當然 你們都會發現說 你們都有一些 專有名詞 都知道那個字 那個字 可是你套在整個生物的時候 其實你是一知半解的 你跟我講端粒 是用來幹嘛的 同學這邊剛才講 又講端粒是用來幹嘛的 蛤 繼續啊 你剛才講端粒是用來幹嘛的 是 是你講的還是 你講的 OK 端粒是用來幹嘛的 有些人認為說端粒可能是在尾端 所以它是保護DNA 對不對 怎麼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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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等一下會講 但是 但是我會覺得 其實大家 你就知道說 有時候 當你會講說 會保護的時候 你自己要有一個概念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方式保護 它是提供很多金錢 還是提供很多 很多國防 給DNA做保護嗎 是什麼樣的保護 你要講清楚啊 好不好 那我們先回到 回到原來的地方 直線型的DNA 跟原型的DNA 它最大問題在於 複製之後呢 這個複製沒有問題 直線型的複製 最後會有一個很大的缺陷 這個缺陷是什麼 這個你們應該都知道啊 這個你們都知道啊 為什麼陶立昂會找死 為什麼會找摔 陶立昂為什麼會找死 陶立昂為什麼會找死 為什麼 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在前面的時候 有講到懶射底的時候 有講到懶射底 越來越怎麼樣 你說 陶立昂應該是因為它那個三派端的那個Polyteal 太多所以才會找死 不完全是 其實它死因有很多種 但是剛剛有人講說 是什麼Polyteal 有個重複序列這個 這個其實應該不是主因 但是陶立昂為什麼會找死 他為什麼比他媽媽的壽命短 為什麼 各位你們學那個Telomere 端粒那些都學假的 好 來你說 再給你一次 好 因為這隻羊是 因為這隻羊的補線細胞的細胞 叫精愛子 是羊的軟細胞 OK 好 所以呢 體細胞是沒有端粒黏的 體細胞是沒有端粒黏的 不對 體細胞沒有端粒黏是 是沒錯 但是不是因為它變短 不是不是這個的原因 不過你想一想 它是哪 這個是軟 軟的裡面的DNA 請問跟你身上皮膚細胞 的DNA有什麼不一樣 你皮膚的DNA有什麼不一樣 跟你軟的DNA有沒有不一樣 有沒有不一樣 的確這個地方沒有端粒黏 沒有Telomerease 沒有一個端粒黏 所以沒有端粒黏它會怎麼樣 它的DNA會怎麼樣 會比較短 會比較短 什麼叫做為什麼沒有Telomere 端粒會比較短 這個說法不好 因為DNA複製的時候會越來越短 然後端粒黏就是它可以把減少的 重複訊給加和 OK 剛剛同學有稍微提到 我覺得還不錯 建議有一點概念 他說 DNA複製的時候會越來越短 會越來越短 所以呢 端粒黏呢 是讓它能夠保持原來長度的一個關鍵 所以這一個我就要跟各位講 直線複製的一個最大的缺陷就是 DNA會越做越短 一個複製就短一點 一個複製就短一點 所以你的皮膚細胞已經分化完畢了 當它複製了好幾代之後 它的皮膚細胞分化好幾次 其實它的DNA 假設DNA原來是這麼長 它的DNA可能只剩下這樣子 這邊已經是變越來越短了 各位 所以說會變得越來越短 那 越來越短的原因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 所以說 當它今天拿這個DNA出來 送到軟裡面去做複製的時候 它原始DNA就已經這麼短了 所以它會早死 這就是提早老化的原因 就在這邊 所以各位很多人在講說 這個當初的時候 沒有特別去注意到說 這個DNA會越來越短 不過也是這樣子 你拿你身上的皮膚細胞 拿去做你的複製 你的下一代一定也會比較 DNA一定會比較短 是沒有錯的 所以我們先講到這個地方 先講端粒酶會越來越短的 這個概念 不是端粒酶 就是DNA會越來越短 這是複製的過程 所以你們要去想一想 為什麼DNA複製的過程 會越來越短 這個其實我們下一個章節會講 但是呢 因為這些 你也知道這些東西 都是前後 都是會相連在一起的 所以不要覺得說 這個東西要下禮拜 我現在就先不用聽 你可以想一想 有人知道為什麼會越來越短嗎 有人知道為什麼會越來越短嗎 為什麼你知道 來先跟你講 因為複製的時候 延遲古的末端 就會沒有辦法複製到 所以延遲古 為什麼 末端 為什麼會沒辦法複製到 OK 好 美文的確 在末端的時候 是沒辦法被複製到的 可是你要想一想 為什麼他沒辦法複製到 你說 來你講 所以在那個DNA 也是末端沒有跟Primer結合 那樣區別 所以他的末端沒辦法進行 就是DNA的複製 沒有跟Primer結合 什麼意思 就是Primer它會有 它是一個固定的片段 對 那它最後那個片段 它沒有辦法跟 就是它沒有跟Primer 對結的那個片段 然後它自然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繼續複製 所以後面越來越短 OK 不完全對 不過你的觀念裡面 有一些是對的 但是講法 有點不太對 那我們 各位 他剛才講到一點 我覺得 我為什麼覺得說 他觀念也許 也許還是對 剛剛有講到一個 就是他末端有一個 你剛才講的是什麼 複製什麼煤 Primer 是不是 有一個Primer 好 有一個Primer 的這個概念 所以說沒辦法複製 你這講得有點模糊 但是我後來會跟各位講 其實你們要知道喔 你在複製的過程中 我們先講一講 講這一邊好 你要複製的時候 各位你們複製的時候 複製的時候 複製的時候最重要 第一個東西要怎麼樣 第一個過程要怎麼樣 就像你做PCR一樣 第一個要有什麼東西 要有什麼東西 進去 你剛才講Primer Primer Primer 是什麼 是DNA還是RNA 是RNA喔 所以當他這樣複製 複製過來 複製 複製 複製到這邊的時候 請問一下 RNA可不可以存在你的DNA上面 不行 要移走 好啦 移掉囉 那請問一下這一段怎麼辦 怎麼做 然後 我就說沒關係 你在前面 給他用一個Primer 然後讓他做做做做做做 過來這裡 請問他要跟誰合 後面已經到道路的盡頭 已經沒有Template 讓你的Primer去黏 怎麼做 所以這邊就會空下來 這個空下來就是會越短 所以你可以知道 第一代是這樣子 那第二代呢 越來越短 第三代 第四代 所以最後你的DNA就會越來越短 OK 所以剛才講法有一點問題 就是說 Primer就是沒辦法去空缺 其實大概概念是這樣 這正確的講法應該就是說 當你Primer移開了之後 它就沒有辦法再 藉由Primer 黏上去的地方 然後讓它去複製這尾端的部分 主要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講複製的時候 會再重複到這邊 一定有時間講 OK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個地方 就是要跟大家講 原來Bacteria是用這樣的Circular 所以Circular有沒有什麼問題 Circular會不會有出現這個問題 不會 Circular會不會出現這個問題 不會 當你複製複製到這邊的時候 最後這邊黏在一起 它這裡的 它這裡的尾端 它可以借用它的頭 當做部分 又去複製了 所以說其實是不會有任何問題的 所以它沒有 沒有所謂的那個 端點的問題 好 那再來 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可以看一下這張圖 就是說 既然說這個是一個細菌 跟一個病毒 它所 電子顯示器 可以看到DNA 散落在外 散落在外 所以你看 DNA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看起來體積也不小的 雖然說病毒 其實它帶來的長度 就是52μm 或是Ecoline有1200 當然明顯還是大很多 好 問題是 各位 如何把這些DNA Packing到它的頭裡面去 如何把這些DNA Packing到它的細胞裡面去 各位 DNA怎麼去Packing到DNA 到身體裡面去 你有什麼方法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這個DNA Packing到裡面去 只要借兩種力量 在圓核裡面 真核我們等一下會繼續再講 你們也知道 你們畫過染色體那個圖 你就知道說 哇原來Packing成一個 Chromosome的時候 Packing的這個程度有多大 好 那我們先就想最原始的 那圓核生物 它怎麼去Packing它的DNA 到它細胞裡面去 或是病毒怎麼Packing到它裡面去 他們是借用什麼東西 什麼方法 借用什麼方法 才能讓它的DNA Packing到它身體裡面去 OK 你說 對 剛剛你講的就是先把它切一切 然後放進去再把它黏起來 切一切再黏起來 不行不行不行 不會是這樣 我意思是說 它本身就已經在身體裡面 對不對 身體裡面複製 對不對 然後在 就是一直以來 都是一直待在身體裡面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想說 它為什麼可以這麼安定的 在身體裡面 如果說按照這個體積這樣子 看起來的話 哇它應該是很難塞進去的 各位如果說要這個線 讓你去塞進一個包包裡面 你要塞多久 所以說我意思是說 生物一定有它一個mechanism 怎麼去把這些呢 Packing到身體裡面去 你剛才講到一個 Topoisomerase 對不對 好這個先等一下 你Topoisomerase的功能在哪裡 好 Topoisomerase是用來幹嘛的 調控螺旋狀 各位有沒有什麼概念呢 有什麼概念 這樣的DNA 你要把它送進去 你要把它放進去 非常地難啊 那你要怎麼做 讓它體積變小 收緊再收緊 怎麼收緊 剛才有講 用Topoisomerase 或是一般 在EQA裡面 叫做Gyros 這個Topoisomer 大部分是增核生物在講的 好 那你說縮緊再縮緊 你Topoisomerase可以讓它 變成什麼結構 超螺旋 什麼叫做超螺旋 各位知道嗎 超螺旋 超螺旋是什麼結構 超螺旋是什麼結構 這個就叫超螺旋 這個就是一般的DNA 你這樣要塞進去 難 你要把它做成這樣 多把它Super Coid 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還有呢 還有一招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方法 跟增核還蠻像的 一個方法 你都忘記啦 你都忘記 DNA 不是裸生的 染色體 除了DNA之外 還有什麼 Hi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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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stone是在人類來講 如果說在E.coli呢 OK 好 這個簡單來講 就是說 它其實呢 它有一些 像那個所謂的H1蛋白 它呢 不會叫做 不是叫做Histone 但是它就是一些 跟DNA association的蛋白 它這個蛋白呢 就可以夾在DNA中間 讓DNA把它當作是一個球 然後纏到它身上的概念 所以說 這個在E.coli就已經有出現這樣子 所以說 你要知道說 除了用這種 蛋白質的interaction 可以把那個DNA 收得比較緊 這個就是 增核生物在做的 用的事情嘛 之外呢 用超螺旋的方式 是另外一個方式 讓它可以變 體積變更小的方式 送到 塞在你的那個 細胞裡面 所以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概念 就是要知道 好 好 那Super Core 其實 這種東西 跟你的這個 原來的一個 linear 或是一個環形 這個有什麼樣的概念 這個其實 有一些能量上的概念 所以物理的人 很重視這種 說 你這邊呢 這邊呢 鬆開兩個 你這邊就要變成 緊兩個 各位了解意思嗎 這個所謂的能量 不變原理 各位你們有沒有 我想一想 對 我剛好 記得帶我女兒的法庫來 各位你們應該知道 我們在做這個 這個螺旋就是這樣 其實 其實你看喔 你Super Core 是什麼意思 你看喔 你擺這樣子的時候 我兩端其實都是緊緊的 可是呢 當我在轉兩圈的時候 我們其實已經感受到很緊了對不對 那各位 如果說是DNA 它要怎麼去release這個壓力 其實它就會形成超螺旋 就會形成超螺旋 像這樣子 了解嗎 那另外一個方式 如果要 還有一個方式 可以讓它release它的壓力 就是利用酵素 把它這兩端呢 剪開 剪開以後去回復 就是鬆兩圈 各位了解意思嗎 所以說當你兩端很緊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超螺旋 或是說這種現象 緊的現象 你看喔 原本是這樣 對不對 各位你要複製的時候 是不是要打開 打開這邊打開 這邊是不是很緊 很緊以後 前面是不是會形成超螺旋 各位了解嗎 前面就會形成超螺旋 就是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做DNA複製的時候 會有一些 這個什麼 超螺旋 或是說有一些 拓骨酶會進來 的原因 就是要讓它不要太緊 這樣子一個概念 好 這個地方就先看一下 好 剛才這邊就有講 拓骨酶可以去切DNA 讓它Helix沒有那麼緊 就是Release之類的 OK 好 那就先講到這邊 好 我們再來講第二個部分 再來講第二個染色體 染色體 這個是什麼樣的染色體 這個叫做Specialized的染色體 什麼叫Specialized 就是很特別的染色體 為什麼呢 各位這是果銀的染色體 各位你覺得這染色體 有什麼不一樣啊 跟一般染色體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叫做巨大染色體 你們高中的時候 我們學到巨大染色體 巨大染色體出現在哪 出現在果銀的拓線 果銀拓線裡面有巨大染色體 然後巨大染色體就長這樣 好 那請問 它的 它的 雖然說叫做巨大染色體 可是它其實它的學名 應該叫做 叫做Polytanic chromosome Polytanic chromosome 又叫多股染色體 可是它看起來因為很巨很肥很巨大 所以叫做巨大染色體 也有人叫Giant chromosome 那請問一下這個Cromosome 用來幹嘛 生物界裡面用來幹嘛 不要小看這個 從果銀的拓線 拉出染色體 然後去染色 然後再想一下看 這個是生物奧林匹亞的考題 生物奧林匹亞 有人知道 最近在中山這邊辦 就是要選拔那個 生奧的果手 對不對 OK 它們總是會有一些實驗體之類 這個曾經是他們的實驗體 就是要去做這個 可是 所以說它會給你這些操作手冊 它就給你一個果銀 給你這什麼東西 然後它就跟你講Protocol是怎麼樣 怎樣 你就自己按照操作 它不會為難你 不會叫你全部背下來的 但是就是要你要去操作 那我現在問題就是說 居然它會 這個東西其實在造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技術 那我想要問你 它說 它請問它的用處在哪裡 同樣的在現今的社會 已經沒有人在用了 沒有人在用這個方式 它的重要性在哪裡 如果配合那個光水行為劑 還有那個核酸染劑的話 就可以直接看見 它那個寬窄不泥的那個Bank 然後那個Bank 再比對它外表就可以知道 它那個核型的 還有它跟特定位置那個關係 OK 講得不錯喔 各位聽得懂它講什麼嗎 因為我知道它的 我知道概念 所以我聽它講這些的時候 我聽得很懂 那問題是你們聽得懂嗎 人家在講標準答案 正確的答案的時候 你們聽得懂嗎 聽不懂對不對 當然我知道它的描述 也許有些地方 不是那麼婉轉 所以說各位 你們要知道啊 我也可以按照它的方式 就講一遍上課 這個是教科書的講法 講完了就下課 你們聽得懂嗎 它講的聽不懂 我講了我只是照它的話講 聽得懂嗎 還是聽不懂嘛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有時候這些東西 是要真的自己去讀書 去消化吸收以後 你們才會知道 我為什麼會知道 其實也是因為我自己 吸收消化之後才知道 首先先講一個概念 它剛才講的一個概念 這個染色體呢 透過光學顯微鏡 下然後經過染色 染色可以看得到 第一個 透過光學顯微鏡 請問你染色體 你DNA 有事沒事可以看得到嗎 看不到 你要用 請問你在光學顯微鏡下 你唯一能夠看到的 染色體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你們做過生計實驗 你唯一能夠看到的 染色體是什麼時候 就是在尖起 它很condense的時候 你才看得到 其他時間 你根本都看不到染色體 所以在光學顯微鏡下 你看不到DNA 可是你又明明覺得說 他剛才有講喔 性狀改變 DNA會改變 你要知道說 果蠅的性狀改變的時候 它到底DNA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請問 你看什麼啊 看這個啊 你人類看什麼 看染色體嗎 各位如果說 減少一段 你可以看 用我們製作 那個染色體的標本 核心分析 我們可以看出它有沒有斷裂 或怎麼樣 但是如果 如果說它的那個 差異性太小 我們是看不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的 最重要的特性 是在哪裡 讓你看得見 染色體 有沒有缺陷啊 然後才去對比 對它的 它的性狀 有沒有有沒有變化 如果性狀的變化 再加上染色體變化 Bingo 這個就是性狀 跟DNA之間的關係啊 遺傳學最重要的 DNA跟性狀的關係 就是直接的證據啊 所以各位 這個東西為什麼 那時候非常重要 就是因為 在沒有DNA的這些 序列分析 或是怎麼樣 它是唯一能夠看得到 而且又有很多性狀 你人類不會三不五十 就拿來做突變吧 剛好果蠅 有很多性狀 可以做一些變化 然後加上這個 巨大染色體 可以讓你看得到 DNA的變化 所以就一拍即合 這個地方就是 重點就在這裡 好 我把這個地方 稍微去講一下 所以這叫多古染色體 那請問一下 多古染色體 是怎麼生成的 它為什麼這麼巨大 它為什麼這麼巨大 來 再講一次 你講話都太小聲 所以要用這個 經過很多次 藍色體不是 但是沒有精靈分裂 然後就是很巨大的 那個 OK 不錯 標準答案 你怎麼知道 好 OK 我提供了 哎呀 你看我上次 我忘記把它刪掉 這個 所以其實它很特別 它只有某些 它只有某些昆蟲的 幼蟲 有這樣 而且是在唾液線細胞 你就說 哇 當初發現這個人 實在是不得了 對不對 它怎麼沒事會知道 它唾液的染色體 是巨大的 所以有時候 這生物就是不經意的 這個發現 發現這個 變成一個有用的工具 所以為什麼我們常在講說 生物是要有很細微的觀察 然後你觀察到某些現象 你會發現 這可能可以用在哪些技術 這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不好 它經過多次複製 但是不分裂 細型人多股染色體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為什麼它其實 它是有二的大概十次方 所以說有1024條 1024條以上的這個DNA 那當然就會出 那除了配合染劑以後 就可以觀察到它 這個生前不易的Band 那這些Band 可以建立所謂的染色體異常 跟外表的特徵 所以各位 染色體異常 跟外表的Phenotype 變 關聯在一起 就可以甚至可以去定位基因 這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這個為什麼 這個那時候是重要 就是在這裡 那你可以看到說 這個就是 這是染色 當然現在呢 可以用一些比較漂亮的 這種染色方式 可以去看它的位置所在 好 那這個就是 那時候定位染色體之後呢 可以利用這個條帶 跟我們這個 我們在做 染色體的時候 去條帶分析的時候 它的位置 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也是有去區分 它是PR嗎 QR嗎 還有說它的所在位置是哪裡 這個是研究果蠅呢 就是會去做這種圖譜 好 那OK OK 那我們先 這個再講一下 有兩個特殊染色體 一個就是這個東西看得到 另外一個也是看得到的 一個染色體 一個叫做 這個 那Polytem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上面呢 有時候會有一個這樣的一個結構 就是叫Puff 各位你看 鬆散的結構 叫Puff 如果問你一下 請問一下為什麼會有這個Puff的結構 Puff的結構是用來幹嘛 各位一般的話你可以想一想 這裡跟這裡有什麼區別 這裡的染色體跟這裡的染色體有什麼區別 這裡染色體很鬆散 這裡的染色體感覺很緊密 請問為什麼會有鬆散跟緊密 目的用來幹嘛 鬆散的 染色體鬆鬆的目的是要幹嘛 目的是要幹嘛 比較長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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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可不可以再說 再說清楚一點 沒關係 其實沒有錯啦 有很多那個MRNA 在那邊表現 有MRNA在那邊表現 MRNA在那邊表現 OK啦 沒有 方便 不是 不是 好 那我們這邊其實呢 一個比較好的答案 剛剛有講 有MRNA在那邊表現 其實怪怪的 那簡單來講 就是說 為什麼要有鬆散 各位 你DNA 請問你要進行那個轉入轉意的時候 你要怎麼轉入轉意啊 你要怎麼轉入轉意 所以DNA要打開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它很緊很緊的時候 你DNA進得去嗎 沒有 你的蛋白質進得去 轉入因子進得去 進不去嘛 所以要很鬆散 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呢 這邊很容許很多蛋白質可以進去 去做進行複製 進行DNA轉入轉意的工作 為什麼我不講複製的原因 是因為不講複製 因為其實複製在這個 這個基因的表現上 其實是暫時的時間是很短暫 而且很少的 所以我們大部分會講說 是基因的活動表現 基因的表現 所以這個 測試一下基因的表現 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會形成比較 鬆散的PALF的結構 OK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繼續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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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